这期教你用圆哥对线坦边的思路打法 在这之前我先说明白 我不会去拿打得很极限很秀的素材来展现自己 我只挑一局大部分圆哥都能做得到 但又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的示范对局来讲解 首先教你们四级前坦边该怎么打 这局对线的是夏侯敦 在新手战斗经验不丰富的情况下 我建议先不要学技能 不管对线谁 在这个草的中下方猫着耐心点 等他先漏谁先漏谁就吃亏 等他教了技能就开始出去消耗他 要经常左手轮盘微调 把控好你跟他的距离 你先等到陆势也是可以大概了解得到 这个人学的是什么技能 从而控制好他技能的距离 一级一定要做到强性强不过就消耗他 但是千万不要被反消耗 很致命的 如果是二级单杀能力不强的对手 你可以等兵线进塔 慢慢补塔刀 补最后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边补边留意河蟹的血量 看能不能讲到 但如果你兑现的是连颇生侧狂铁 这一类二级单杀能力强的就不要过去了 这把下后盾带的是编程 拿不到核心也没关系 二级看你够不够自信 不够自信也可以不着急抢线 先打消耗呗 我们后手五兵就好了 因为你打了消耗 下一波就容易形成单杀 坦克一套是很难带得走的 把这波兵线清完就三级了 刚才他没消耗到我 但我消耗了他 就算给他吃个血包也不是满血 只要他不是满血 就容易在三级形成单杀 趁打也还没来抓我 赶紧单杀他一次 A他一下中了一技能第一段也没关系 在他第二段鸡飞之前放出一技能鸡飞他 先A一下三技能减速 奥姨换位鸡飞收傀儡 太听真了 没人看我游威机啊 也得多我啊 多吃虽然 对线编程下欧敦你学费了吗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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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